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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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讲我要讲的是一位让我特别纠结的词人 陆游 通常我选择解读的一定是在宋代词坛最具代表性 最不可替代 甚至是具有转折意义或者是殿堂级价值的词人 但是在面对陆游的时候 我就变得特别的纠结 尽管我个人对他非常敬仰 非常熟悉 但一开始我并不认为他是最具代表性的20位宋代词人之一 但是几经纠结过后 差点因此还换上了选择困难正等我 还是将陆游圈进了这个系列当中 我为什么这么纠结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陆游的文学成就 主要在诗文 尤其是诗 他可以说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 陆游传下来的诗有九千多首 词呢 仅仅一百多首 只有他全部诗作的大约百分之一 而他家喻户晓的词作似乎也只有两首 一首拆头缝 红苏手 黄藤酒 还有一首补蒜子永梅 凌落成泥 碾作成 只有香如故 而这两首词的走红啊 主要原因可能还不是词本身 一个是陆游和唐婉的悲剧爱情 让人记住了他的错 错 错 还有默 默 默 而让人记住凌落成泥 碾作成的永梅词 很大程度上呢 还是因为毛主席的同款词作 带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带动了人们对于陆游原词的欣赏 我纠结的第二个原因 是陆游他自己 他对词的态度比我更纠结 陆游在古代算是高寿诗人 活了85岁 而他留存到现在的100多首词 绝大多数呢 是写于中年 陆游晚年曾经亲自编定自己的词集 在纯熙16年 65岁的陆游写了一篇长短剧续 在这篇续言当中啊 他非常老实地承认自己 很纠结 他说啊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呢 也喜欢赶赶时髦 流行歌曲呢 没少写 但是 晚而悔之 今绝笔已数年 念旧作终不可演 应书其手 已至无过 年纪大了以后 回想起来 就很后悔啊 可是后悔没用了 谁让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 而且还有宋代小李白的外号呢 全世界都知道他陆游写过流行歌曲 你想不承认 来不及了 陆游也是老实地可爱 他继续说啊 我已多年没再填过词了 今绝笔已数年 但是考虑到呢 年轻时候的文字 已经传得尽人皆知 他自己也知道 就作终不可演 罪正昭然 掩盖是做不到了 所以呢 干脆就编个集子 来证明一下 是我写的 我不否认 不是我写的 也别想栽赃给我 但即便是我自己写的 我也要承认 年轻时候的梦浪不应该呀 因书其手 已知无过 所以呢 我就在词集前面 写下这篇字序 提醒自己记住自己的过错 你看陆游这篇字序 是不是非常纠结呢 明明填过词 写得还不错 喜欢的人也不少 他自己内心说不定隐隐 还有些小得意 字编词集 多少会有那么点 必走自真的意思 但他偏偏又要口是心非的声明 我当初填词是不小心被潮流裹挟了 而且呢 自己也早就改邪归正了 保证绝不再犯 这说明 词虽然经过了周邦彦 李清照等词人专业化 理论化的推动 词的地位呢 也日益得到了尊重 可是在路由这里啊 词还是小道 还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流行歌曲 要承认自己曾经流连于歌厅 哼过一些迷迷之音 仍然需要莫大的勇气 从这点来看啊 路由能够承认错误 说明他是勇敢的 可是他不敢承认词与诗并列的 文学地位和价值 却又说明他在思想上 是过于保守的 在这一点上啊 比他年纪小一点的心气级 就要大方多了 心气级几乎将全部的财情 都倾注给了词 这样比起来路由对待词的态度 是不是的确非常纠结呢 我纠结的第三个原因 整个词史 没有人纠结于路由的人格 还有诗坛地位 但很多人都在纠结他的词坛定位 比如说最早对路由词进行评价的 是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 他说路由的长短剧啊 其激昂慷慨者连心气级都未必赶得上 飘逸高妙者可以和朱敦儒一比高下 而流利绵密者甚至还超过了燕姬道 贺注 刘克庄也真敢说啊 他的意思呢就是路由全能选手 一出手就直逼各种风格的顶尖高手 当然了我们也承认 一流的大诗人大词人 的确能够驾驭多种风格 但是你行走在词的江湖 总要有一样独门绝技吧 样样武器都耍得让人眼花缭乱 还不如独门武器耍到无人能敌更好吧 有点遗憾的是 在词坛上路由并没有什么必杀技 正面一点评价的话 我们可以说他各种风格都能驾驭得很不错 但不那么正面评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他的词各种风格都还到不了 可以绝杀顶尖高手的地步 比如清代四库全书总墓 放翁词提要就这么说 路由词雄凯似苏氏 仙利似秦官 他本来呢 大概是想在这两个方面 分别要超过苏氏和秦官 但最终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皆不能造其极 路由的词既然带给他自己 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纠结 但他又的确是宋代词坛 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词人 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和评价他的词呢 我想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下 路由的一首代表作 页游公公辞 读业含青翠碑 奈幽梦不成海起 欲写薪酬泪兼止 亦成恩 叹余生 今至此 素素灯花坠 问此记报人何事 这首词的词题是公词 也就是说 他的主题写的是后宫女子的忧怨 我们看这首词 也的确是通篇都在写 一位空床独守的后宫妃嫔的情绪 漫长的夜里 他一个人用着翠背 任由夜晚的寒意侵袭 他翻来覆去 睡不着 连做梦都成了一种奢侈 劈起来想写下自己的筹绪吧 结果笔还没落下 伤心的泪水 已经湿透了案头上刚刚铺开的纸 此刻的他不由得回忆起 当年被皇帝宠幸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缠绵甜蜜啊 探余生 今至此 今天的自己 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呢 夏片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速速灯花坠 灯花纷纷地落下 我不由得奇怪地问 灯花这样不停地坠落 是想告诉我什么吗 我这里早已门亭冷落 不会有人来看我了呀 直尺长门过万里 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冷宫又有什么区别呢 长门的典故 出自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 陈阿娇 陈阿娇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 关于阿娇啊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阿娇还在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就故意指着身边一群宫女 问小刘彻 你愿意娶妻吗 刘彻摇摇头 姑妈又指着阿娇问 那我的女儿阿娇怎么样啊 这回啊 刘彻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若得阿娇为妻 一定专门为她盖一座黄金屋 刘彻后来果然娶了阿娇 登基后封阿娇为皇后 成语金屋藏娇的典故 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后来汉武帝宠爱 更加年轻美貌的歌女魏子夫 皇后封阿娇 因为度恨且又无子 竟然被汉武帝废掉 打入冷宫长门宫 皇后的地位 也被魏子夫取而代之 传说幽居长门宫的成皇后 在绝望当中 曾经花重金 请当时的著名才子 司马向儒 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长门妇》 向汉武帝表白 你虽然不要我了 但我还是一心一意 等着你回心转意呢 从此以后啊 长门的典故 被后来的诗人词人频繁使用 代指遭到丈夫冷落 或者遗弃的妻子 长门呢 也成了冷宫 或者是弃妇的代名词 指尺长门过万里 长门宫离皇帝的寝宫 不过指尺之遥 可是皇帝的心理我 却早已有万里之遥 我恨啊 恨君王的心意 就像高楼上的栏杆一样 不可能成为你 长久而牢固的依靠啊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 这样优怨的词句 竟然出自宋代 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之手 不管你信不信 但这就是事实 正因为陆游可以自如地驾驭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的词 所以他的这一类 欺婉之词 才会被认为 酷似秦官 宴己道 这样一些婉约派词人 但是请不要忘了 陆游毕竟和秦官 和宴己道不同 他毕竟是身处 南宋与金国 矛盾对峙的特殊时期 他毕竟是一位坚定的 抗金主战派爱国诗人 他是陆游啊 是亘古男儿一放翁啊 是可以和苏世 和心气级并称的 英雄词人啊 那么他写这样 卑卑切切的公愿词 是不是别有隐情呢 的确啊 这不是一首 普通的公愿词哦 他是陆游利用了 磁体的归情本色 寄托他的君臣 家国深意 换言之 这不是一首爱情词 而是一首政治词 这首词写于 南宋前道九年 这一年陆游四十九岁 四十九岁的陆游 刚刚经历过他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从他事业和诗歌创作的最高潮 陡然跌到了最低谷 并且从此坠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 无止境的黑暗期 那么在陆游四十九岁前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世界千年迷迷风 兵魂宵禁国魂空 集中十九从军月 亘古难而一放翁 头笔从容 穿上军装 陆游便一改其晚曰 却先立之诗风将如传大笔 直指塞外疆场 直指敌人头颅 在萎靡不振 银风弄月的南宋诗坛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雄魂呐喊 他立志报国 坚定抗金 即使是在词的创作中 也倾注了铁血男儿的满腔豪情 那么从军后的陆放翁 都写出了哪些阵龙发聩 慷慨雄魂的爱国词作 当北伐的脚步被突然阻拦 与战场无缘的他 又发出了怎样的哀叹呢 我们都知道啊 陆游一生最大的事业理想 就是王师北定中元日 是宋朝的军队打过淮河 赶走金人 收复中元 统一祖国 而他一生当中 离这个理想最近的时刻 就是在他四十八岁这年 前到八年 四十八岁的陆游 头笔从容 来到南宋西北边疆的前线 也是离京兵最近的地方南正 南正就是今天陕西的汉中 汉中是南宋和金国交界的西北边陲 在西边 南宋和金是以秦岭为边界的 汉中呢 就正处在秦岭的南边 秦岭以北 包括今天的西安在内 当时都已经沦为金国的属地 汉中啊 当时是四川宣服史司所在地 宣服史是地方军队最高的军事统帅 而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岩 陆游的职务呢 大概相当于宣服史的军事参谋 宣服史司办公室主任 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命之后啊 陆游算是真正的实现了他的愿望 穿上军装 从大后方到了最前线 终于有了直歌王前驱的机会 从前到八年的三月到十月 短短八个月的前线从军经历 成了陆游一生事业的最高潮 也是他诗词创作的最高潮 有一次陆游参加了发生在大散关的战斗 大散关就在今天陕西宝基的西南边 向来是经国际遇的军事要塞 宋经曾经有多次在大散关这个地方交火 但是经人呢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缺口 边疆的战斗是艰苦的 陆游在诗当中回忆说 铁衣上马促兼兵 有时三日不火时 穿上军装跨上战马 踏着兼兵跟敌军作战 冰霜打到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碰上两军对峙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好多天都不能生火做饭 只能靠冰冷的干粮冲击 可就是这样的生活 陆游一点都不觉得艰苦 一寸赤心为报国 因为这是他赤胆忠心 报效国家的最好机会 这是他梦想要的金戈铁马的生活 在南正从军的日子当中 像这样的小规模战事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陆游过的军营生活 基本上就是整鸽代代 风餐露宿 几乎没有什么清闲的时候 但是所有的这些艰苦 甚至是生命危险 后来都成了陆游终身回忆的亮点 是他经历过的最最浪漫的事 陆游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词啊 就是写在南正从军的这八个月之间 很可能这也是他一生当中 最不纠结的一首词 秋波妹七月十六日晚 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脚生哀 风火照高台 北阁基柱平高泪酒 此兴悠哉 这首词作于前到八年七月十六日 高兴亭就在南正紫城的西北面 可以想象 这正是路由到南正从军期间 最为意气风发 斗志最为昂扬激荡的时候 他和宣服寺的同事们在工作之余 呼朋饮伴的一起到高兴亭中去欢宴 在开怀畅饮的时候 渐渐的诗人九姓上来了 他乘着九姓豪迈的铺开纸笔 满饮了一盅酒 辉豪写下了这首词 七月的汉中 已经能够感觉到秋天的凉意 前线传来军中号角的声音 在清凉的秋夜 越发显得苍凉悲壮 远处的烽火 映照着高台 渲染出边疆战场的气氛 诗人似乎忘了 这是难得的闲暇时光啊 因为他的心里 无时无刻不记挂着的 只有两个字 中原 悲歌姬柱 平高泪酒 是出自史记的典故 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去刺杀秦王 来到溢水边上的时候 高见离姬柱 荆轲赫而歌曰 风萧萧兮亦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陆游心中也涌起了一股战士 即将出征的豪情 他又满蒸了一杯酒 撒在地上 向苍天祷告 让老天保佑我们如愿以偿 顺利地收复中原吧 也许上天真的被他这一枪赤成 感动了 连月亮都感染了 慈人的真情 特意为我破云而出 深情地照耀着南山 照耀着中原大地 这里的云 还可以理解为惊人 对于大宋王朝领土的侵占 路由热切盼望 赶走敌人的心情 就正和多情的圆月 破云而出的勇敢一样 他们一定会等到 冲破云层的阻隔 重建光明的那一刻 南山是长安的中南山 借着明亮的月光 慈人仿佛看到了 长安的坝桥 杨柳依依 仿佛看到了长安的曲江 持管依旧 那都是我们的故土啊 如今他们都在月光下 静静地等候 应待人来 他们这样殷切等待的人 是谁呢 当然是南宋朝廷的收复大军啊 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军队 越过秦岭 让沦落的土地 流离的人民 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 当然 在这只威武雄壮的大军当中 少不了路由 威风凛凛的身影 如果说我们在路由的诗当中 更多地体会到他的豪情 在这首词当中 我们又在豪情当中 触摸到了他的深情 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心系中原的深情 和出征北伐的豪情 是交融在一起的 谁说峡谷与柔情 不能并存呢 情到深处 表现的形式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那份情感的 昂扬和激盪 路由的这份豪情和深情 足以让天地也为之动容 就像钟南山上空的月亮一样 多情的凝望 只是为了顽强地等待 云破月初的那一刻 让路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前到八年十月 四川宣服使王延 突然被朝廷召会 意味着朝廷 用兵的意志动摇了 因为王延这几年 在四川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北伐做准备 现在一切都快筹备好了 只等最后的号令一发动 就可以正式出师北伐 朝廷这个旨意下达的时候 路由正被王延派出去 巡视前线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王延手下的幕僚 基本上都被遣散了 路由也被撤回到了成都 充满了战斗激情的路由 还没有正式遭遇过 大规模的战争 还没有亲手杀死过敌人 又被调到了大后房 他知道啊 自己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 岁月不饶人啊 这次离开前线 这一辈子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 重返战场了 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巨大落差 让路由的心情也一下子 从兴奋的顶点 跌到了失落的深渊 这首《夜游宫》 宫词 就是写在路由撤回后方之后的 第二年 也就是说 写于路由理想破灭的 情绪最低谷 所以呢 此中真正的主人公 压根就不是什么 失宠的后宫妃嫔 路由只是继承了 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手法 用爱情来比拟君臣之情 那个独自守在冰冷的 长门宫的女子 其实代指的是谁呢 是她在南政军营中的 顶头上司 四川宣服使王妍 义承恩 是暗喻以宋孝宗为代表的 南宋朝廷对王妍的信任 为任他到宋经前线筹备北伐 而叹余生 惊至此 是感慨军心善变 北伐形势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 前线的军营竟然瞬间土崩瓦解 主帅王妍先是被调离 紧接着被撤职 从此再也没有被启用过 恨君心 似微蓝 难久矣 这不是一首公愿词 这是陆游借主帅王妍的遭遇 自道壮志未愁的代言体 是形式上非常符合瓷体归怨的本色 但内容上却又寄托深厚 沉欲悲凉的言志之作 是陆游无比纠结 无比痛苦时候的肺腑之声 陆游虽倾其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 对词作形式有所不屑 但当他下笔作词时 却又同样真情流露 同样文采斐然 他的词极豪放婉约于一身 写进了他一生的儿女情长 也道尽了这一世的英雄豪情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即使是人道满年 军装早已陈旧褪色 他依旧心在天山 梦在疆场 那么暮年陆游会如何在词作中 表达壮志难愁的悲愤 他一生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痛苦纠结 又是否会最终释然呢 陆游啊 还有一个和以往多数词人 不太一样的最大特点 那就是他在词中深藏的感慨 往往呢 能够在他同时期的诗作当中 得到呼应 也就是说啊 当北宋大多数词人 将诗和词的功能 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陆游呢 却是将他的一腔真情 同时交付给了诗 词 这两种不同的文体 比如说 就在创作这首 《夜游宫公词》的同一年 他还有一首诗 就叫做《长门愿》 诗中写过这样的句子 《早知或浅宿》 《悔不承恩池》 那这样的怨愤之词 和《夜游宫》当中的 意承恩 探余生 精致词 恨君心 似微蓝 难久矣 完全是同一寓矣 其实我觉得 陆游一生纠结的 并不是面对诗词的 文体之地 他一生纠结的是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 晚年的陆游 被迫闲聚在家乡山音 这种纠结 更是发展到了极致 在他六十岁左右的时候 他写下了一首 《素中情》 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读到 这种痛苦纠结的 深知情怀 当年万里密封喉 匹马树梁舟 观河梦断河处 成岸旧雕囚 湖未灭 并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深老 苍州 走向暮年的路由 经常会在梦里 在回忆里 回到当年 他骑着战马 不远万里 来到南正 从军的那一段时期 可是这段经历 已经像梦一样 永远地消失了 当梦 被尘封了 其实路由 哪里是在感叹旧军装呢 他是在感叹自己 他的人 也就像这件旧军装一样 被朝廷遗忘了 被战场抛弃了 英雄 暮年啊 再也不复当年的 萨爽英姿了 敌人还没有被消灭 可是英雄已经老去 他不甘心 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深老 苍州 苍州本来是指古代 隐士 闲居的地方 往往呢 会选择在水滨 那这里是代指路由 晚年隐居的 绍兴建湖边的三山 在词当中 路由再一次用到了 唐代大将薛仁贵的典故 他一直认为 自己是薛仁贵那样的 大将之才 可是他没有机会 像薛仁贵那样 出师远征 平定天山 收复国土 他只能在小乡村里 虚度年华 观河梦断何处 尘暗就雕囚 这样的纠结 这样的痛苦 也同样倾泻在了 他六十八岁时候 写的经典诗作当中 江沃孤村不自哀 上司卫国树轮台 夜兰沃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 入梦来 六十八岁的诗人 已是英雄驰木 包围着他的 只有贫困 衰老 疾病 孤独 可是当诗人 抱病僵硬地躺在 冷冷清清的 荒凉偏僻的小乡村 他并没有因为 个人命运的穷困 而感到悲伤 他念念不忘的 还是有朝一日 能够再上前线 再为国家束手边疆 陆游一生的爱情 一直在缠绵的回忆 和悔恨的自责当中纠结 而陆游一生的词 一直在他的诗的耀眼光环下 找不到安放的位置 六十五岁的时候 陆游在词序当中自称 经绝笔已数年 这说明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当中 他几乎不再填词 但是 对于陆游而言 年少时候做过的那些梦 是他记忆里永不凋零的花 他曾经填过的那些词 是他生命里最痴的情 与最深的痛 暮年的陆游 对于那些伤痛 痴情 或许不敢再问 也不能再碰 却永远藏在心里 最安静的角落 永远都不会忘记